五金行串出红色火焰 大火夾带浓浓黑烟爆炸声不断 让附近民众吓坏 整个全部都已经是黑烟了 他有听到爆炸声吗 有 消防队抵达现场 五金行火势已经延熟 洒水灭火十分钟控制火势 但传出疑似是小朋友玩打火机 人为音速 尿火警 生态你会就冲出来 然后突然间就慢慢变 烟火就越来越大 疑似大人带小孩到五金行买东西 小女孩拿了打火机 乱跑乱冲 不慎点燃炮火烟烛尿出火警 小女孩闯祸五金行烧光光 老板损失破千万 业者只称有女童玩打火机 尿过情势 本分局已通知店家女童及家属等 相关人员说明已清 高雄大风一路一整排的机车 停在路边突然机车冒出白烟 没多久白烟越来越大 最后起火燃烧 附近住家闻到烟味才发现 一整排的机车烧得面目全非 只剩支架 自然啊 都要白烟就存起来 警方调查一共13部机车 还有电斧车和脚踏车全部烧光光 怀疑是机车老旧自燃烧车 停在旁边的机车遭的波及 而台南城大体育馆冒出白烟 身手不见五指 浓烟弥漫 自受明学生窜逃疏散 索性没有人受伤 高雄台南连夜火警 五金行疑似小孩玩打火机烧光光 是恶作剧还是不小心 活掉人员进一步离清 既然高雄台南综合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